这一节的环语大话题要来关注到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两个人的会面 那马克宏他是在7号晚间的时候 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丁两个人会谈了 大约是五个半小时左右 双方在会后的记者会就共同表示说了 将会尽力的来寻找折中之道 并且维持欧洲的和平 那么普丁他首先就重申了 他说乌克兰边界降温的条件 就是北约不向东扩张 另外就是不在俄罗斯的边境部署战斗系统 他认为说北约在俄罗斯的边境将部署军事的建设 难道是要教俄罗斯如何部署兵力吗 并且还要求说俄罗斯要停止他们预先规划好的军演 所以呢普丁就说了 这个难道是西约的恐恶战略吗 那么马克宏他就表示说了 其实接下来这几天非常非常的关键 双方有意愿是共同的确保欧洲的稳定以及安全的新秩序 那么为了要维持欧洲大陆的安全 他就说了是不可以重蹈覆彻 那么马克宏其实他还有谈到说了 双方会谈呢得以开启一连串的提议 并且相信说俄国与法国之间是拥有趋同的条件 那么普丁他也向记者承诺说 他接下来会尽力的找到折中的办法 不过其实网友呢他们聚焦的重点啊 都不是放在这个会谈的内容到底谈了些什么 他们反而是一直在聚焦哦 普丁啊其实他是不断的看他的手表啊 一下又看看天花板 好像看起来蛮无聊的 尽量让马克宏讲好这五个半小时哦 不过其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张 四公尺长的长桌 甚至呢还成为网友他们各种迷音的素材 那么法国解放报呢 其实他们就在他们的推特上面呢 发表了一个贴文 而且呢这个贴文刚好就是他们隔天 要放在报纸头版的 就是马克宏与普丁之间 这个无限延长的大长桌 他们就说了这个难道是俄罗斯式的对话吗 另外来看到BBC的北美新闻主编 他叫做索普尔 他就调侃说了克里姆林宫的新闻是 该不会有人已经决定想要的标题吧 像是呢大象径庭啊裂痕鸿沟等等 然后就找了这么一张合适的桌子吧 另外呢还有这位哦 他是有四万多名追踪者的独立记者 他叫做高德佛瓦 他就写到说了呢 这树放在桌子中间的小花 也就是现在这一树花哦 他说呢带来了一抹令人欣慰的愉悦 所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是满满的讽刺满满的调侃 不过其实啊 最初有网友就质疑说了 克里姆林宫难道是要给马克宏下马威吗 不过法国驻二的记者啊 他是呢法国新闻台驻二的记者 他赶快来澄清了 他说马克宏并非是这张会议桌首位的访客 其实第一位是谁呢来看到就是他 他是匈牙利的总理叫做奥班 那么他作为普丁的盟友 其实他上个礼拜也同样就是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哦 只不过呢当时还可以看到 明显是有两名口议员他们也跟着入境了 不过这一回普丁跟马克宏他们的会谈 其实基本上是官上门也没有任何幕僚 就只有两个人来进行会谈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四公尺长的长桌呢 也意外成了法俄会谈上的焦点 以上就这节的欢语大话题 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欢语新闻主播孙怡玲 现在只需要180秒 你就能掌握最新国际新闻动态 立刻打开你的Apple Podcast 搜寻欢语hashtag关键字新闻 并点击右上角加 就能收到第一首国际政经科技及时新闻 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点选五星以及留言 跟我们互动哦 欢语关键字新闻podcast 让你一天一hashtag聊天不lag 感谢观看